从2005年开始使用数码单反进行摄影创作至今 我使用最多的镜头就是广角 广角镜头带来的空间感和透视感 使我的作品充满了魔力 也给了我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将天马行空的情绪和理念融入其中 如果说要给广角镜头拍摄的作品定一个调子 我想那是非空间感莫属 纵深横向的扩展 元素丰富达到最大化 各种颜色和光影组合变化多端 拍摄这样的场景是具有挑战性的 但是却强烈地刺激了我的创作欲 让我一次又一次登上险峻的高峰 走入七腰深的水里 趴在泥泞的昭泽地上 今天我的拍摄目的地是加拿大洛基山脉 基位是一千米的高峰 我将飞越卡纳纳斯基斯腹地 抵达南洛基山的最高峰 阿西尼波伊 这片山区是我倾注了最多感情的拍摄地 我曾亲眼目睹它被云海环绕 我也无数次在落叶松染黄整个大地的时候 在这里展示翱翔 从空中俯瞰落叶山是无比震撼的 尤其是在日出时分 太阳带着金色和红色的光芒从地平扇上升起 把温暖的光打在雪山之上 就像烧融出一幅魔幻世界的玻璃画 处处光彩的意义 我在航拍时一般会上上下下几次直升机 有的时候飞行员会把我放在一片险峻的山峰之上 让我可以模拟登山家一览众山小的视角 这个时候我会支起三脚架 用大广角表现精彩绝伦的雪山大气场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有种流泪的冲动 那是一种和大自然深入对话的感动 人 直升机 相机 全都融入到了他鬼斧神工的造化之中 而当我站在悬崖之上 孤身一人书写着摄影传奇之时 大广角又是表现着侠客豪情的最强载体 从2014年到现在 我前前后后无数次登上直升机 从加拿大到冰岛 从美国到新西兰 航拍给了我最大的创作自由度 而这其中我最热衷的就是直升机航拍 因为只有从天上看世界才是全面和与众不同的 这次我的装备是富士无反中华浮相机GFX50S 而我给他装备的镜头是富士即将问世的23mm大光角 这相当于全幅18mm的视角 对于洛基山航拍恰恶好庞重 该镜头属于WR级别 拥有三房的设计 而最大的优势是它的轻便 配上本来就已经轻便小巧的GFX 我可以在空中五脚架手持拍摄 这对于直升机上狭小的空间尤其重要 另外由于直升机的持续震动 这种轻巧可以抵抗很多摄影器材自身重量带来的不稳定感 让我随心所欲的拍摄 更不用说这最小巧的装备 却带来了最强的中华浮华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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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